哈喽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来到小妹游戏 我是你们可爱的小妹呀 在上去我玩了一个汽车赛道 但是这个赛道有点离苦 上去刚完成到一半就废了 今天我已经破解这个跑酷了 先沉送到高级公寓 开上我的摩托车过去吧 上次失败我猜大部分原因 汽车太大了 根本不灵敏呀 所以这次我准备开着摩托车过去 从高级公寓到水库 最快的路线就横穿学校 轻轻松松来到水库这里 又是熟悉的地点 不过不是一样的汽车 拉开距离 一个冲刺 好呀 直接被卡进去了 你以为我需要去找人帮忙 不 摩托车的底盘高 左右蹭两下就过来了 好了 废话不多说 开始吧 让我探一探着跑酷 前面这一段有点颠簸呀 差点控制不住掉下来 还好后面稳住了 哦吼 真刺激呢 看这个方向好像是要通往游乐园呀 哎呦 刚到游乐园这边就出事了 直接装台阶上来 正好摩托卡在了半空 赶快创造一个地板补救一下 经过补救终于是来到了尽头 这个镜头还是在我的意料之中的 起飞啦 看到这里小伙伴们看明白这个赛道了吗 这里只是赛道的一半 另一半就是学校 先在游乐园这里 飞车飞到学校上面 摩托车玩这个完全放心 只要不是自己租完全掉不下来 还成功的拿到了两千块 再来到操场这里 飞到水库 成功完成赛道 是不是非常不错呢 跑完摩托车都冒烟了 开去修理场修理一下 小伙伴们感觉这个赛道怎么样呢 欢迎把你们的意见留在评论区哦 我们下期再见啦